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追求梦想的脚步 风吹雨草 不能浇灭 心中的火焰 影着空轮的寒风 抬头仰望着天空 冬天再冷 努力生长 将自己绽放 雪中盛开得像洋花 永远朝着温暖的方向 指引你那无邪的笑容 是我的全部 全部的信仰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追求梦想的脚步 风吹雨草 不能浇灭 心中的火焰 云铭切满 夜晚在黑 冲仗被阳光刺破 错不畏惧 现实挑战 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追求梦想的脚步 风吹雨草 不能浇灭 心中的火焰 心中的火焰 云铭切满意外在黑 成长被阳光刺破 错不畏惧 现实挑战 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自己的世界 当时你还小 什么都不懂 可是当你在我的怀里 哭着吵着要你妈妈的时候 我的心都要碎了 好了 爷爷 不要再说了 你能够原谅我这个可恨的爷爷吗 小丑 爷爷对不起你 不要再说了 爷爷 你能够原谅我这个可恨的爷爷吗 你是不是原不原谅了 你是我爷爷 你是我唯一的情人 行了 爷爷 你不哭了啊 你又不是小孩子 你哭什么哭 是老子 来 来 来 我陪你喝一杯 来 来 我陪你喝一杯 不 小丑 这是我的酒 你为什么要喝我的酒 来 来 那我开这瓶 这瓶算我了 不不不 这是我的 这些都是我的精神良食 你的想法怎么样 小蕾人不错 但我还是担心木杰 我也是 小杰他太单纯了 他一直喜欢李超 可李超呢把他当成亲妹妹 他一听说啊 小蕾喜欢他 他好像就丧失了分辨能力 又说小蕾如何如何地爱他 那江蕾也喜欢孟杰 我都不知道他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你说江蕾和明珠好了那么久 怎么突然喜欢孟杰呢 你说他们俩 反正这事也没那么快 先拖点时间再说吧 儿子上班啊 这夏昆辉 他昨天跟你怎么说的呀 你这次为夏强的事 是帮了那么大的忙 我想他不会反对你和孟杰结婚的 还有你不用担心夏强了 因为这次挪用资金的事情 夏昆辉十分反感夏强 儿子 你看看我这衣服怎么样 是孟杰帮着我买的 这都是名款 你看 怎么样 我问你 跟江蕾结婚 你是真心的吗 当然是真心的了 我怎么会在家人面前 这样子乱说啊 你该不会是因为没有得到李超 才这么做的吧 哥 你不要再提李超这个人了 你看 我说对了吧 不然你怎么会傻到 要跟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人的 儿子结婚呢 现在都已经什么年代了 你为什么老是对江蕾 还有这种偏见呢 孟杰 你老实告诉我 张蕾到底是不是对你做了些什么 你怎么一直在帮他说话 你什么时候这样关心过我啊 哥 哥 为什么一定要对我结婚的事情 这么敏感呢 哥 我看呢 你还是赶紧找个老婆 自己安定下来吧 不要再管我结婚的事情 行 那我再告诉李建 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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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听 你走吧 不是 你一定得知道 我真的不想听 孟杰 你走吧 你听我 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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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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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啊 孟杰 孟杰 赵特助 请你看一下 这是最新的施工进度表 丁明珠小姐 可真是了不起啊 最近怎么这么关心公司呢 连这都能找到 是啊 果然很了不起呢 说实话 能找到电缆连接的瑕疵 能是一般实力吗 杨大文 你现在是不是 已经开启奉承模式了 姜经理 姜经理 去帮我倒杯咖啡 是 江经理 电缆的问题是你发现的 没错 因为不想让彭达集团蒙修 所以发现了问题 就要立刻解决 那为什么要告诉李坚理呢 您不是让我跟李坚理 一起去工作吗 我们两个同时发现了问题 并且也是他自己解决处理的 如果说我们没有发现 就这样混过去的话 那么等到将来 大楼进攻以后 万一要是发生事故 那么就会对彭达集团的声誉 造成极大的影响 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 还是要先向我汇报 然后 抱歉 还是先向赵特助汇报吧 您不是说过吗 在公司要有秩序 说不过不算 不是说过不算 间饼 bênisse 突然后 都说了 老板 去 她 孟姐 找我有事吗 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我的时间不多 你和江蕾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都已经知道了 我跟江蕾要结婚了 你是真心的吗 当然是真心的 是真心就一定会相通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 对我付出过真心 所以这种感觉 你是不会懂的 孟姐啊 这婚姻得慎重 它不是儿戏 它不能感情用事 要不然你会受伤了 难道比你给我的伤害 还要更大吗 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 你才这么做的话 我劝你还是赶紧和江蕾分手吧 要不然最后受伤只是你自己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会管好 你还是去管你那个燕明珠吧 我真是傻 竟然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来喜欢你这样的人 而且跟江蕾比起来 也是他更加有魅力 而且更加的温柔和体贴 你觉得江蕾他是真心的吗 他是在骗你你不知道 如果是江蕾被骗也无所谓 他是第一个对我说爱我的人 你难道认为江蕾他是真心爱你的吗 是不是又能怎么样呢 反正我就是有信心让他成为我的人 怎么 现在失去我 觉得可惜了 你看不出来我是在担心你吗 担心我 你还是把这个担心送给那个 被抛弃的燕明珠吧 我才是被江蕾选中的人 看好了 我们到底谁会过得更幸福 陆琳 太好了 以后这个客人不要带到店里来 审得他把我们的店里 搞得乌烟瘴气的 好 沐浅 对不起 先生 请吧 不错 这个就说话 就答不了了 不错了 政治事件 马蕾件的 能源обр 아주 我们非常失望 我们非常需要的 我知道 非常抱歉 再见 再见 你刚刚跟托马斯说什么话 你是不是辞职了 因为上次电缆的事情 所以就辞职了 我是 我是想专注地研发 我们的电气控制系统 电气控制系统 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研究成果是什么样 还不知道 你不是还欠着银行 很多的贷款吗 你怎么可以放弃 这么好的工作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余和熊长不能兼得 你是不是因为我才这么做的 是因为我之前说过 要做电气控制设备的 谁说的 我是真的想做这个 明珠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 这个项目的开发的话 我可能会破产 到时候我就得流落街头了 所以呢 你以后得更加地努力工作 知道吗 不知道 我会输得很惨的 知道了 每次都这样 你不是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啊 你怎么来了 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呀 你看看你穿成这样 不是看见了吗 我就洗衣服 晾衣服呀 你在家都不做的 为什么要在这里做呢 这又不是你的衣服 洗衣服嘛 分什么谁的衣服 看见有就都洗了 你以前可不这么说的 你现在怎么那么好说话呢 姐 找我有什么事啊 当然有事了 走吧 你就是为了这样的生活 才出走不是吗 姐 我又不是未成年了 什么出不出走的 我呢 就是想 独立地组织一个家庭 好 如果你要独立的话 不应该自己买房子吗 为什么还要在浩宇这里 寄人篱下呢 说得那么难听 什么寄人篱下呀 我觉得我现在穿着这个衣服 特别舒服 我都不想脱 住的这个房子呢 也特别舒服 我也不想走 反正比你们家有人味 静兰 还是回家吧 重新回到公司 你姐夫的集团需要你 姐 我跟你说实话 我对你们那个家 还有你们那个公司 都没感情了 我不回去 你都多大了 竟做些不符合年龄的事 像个小孩子一样的 浩宇小叔 不会喜欢你这样的 不想他喜欢我的 托我前姐夫的福 我现在每天都能见着他 这次呀 我一定要跟他做个辽断 姐 你放心 他一定是我的人 你这样做的话 男人会对你没感觉的 是不是我亲姐呀 就不能祝福我 鼓励我一下 你都嫁两次了 我嫁一次也不行啊 谁没叫你嫁呢 我是想让你找一个 喜欢你的人结婚 浩宇 你回来啦 大哥 我好想你 这一晃都已经十年了 姐 你来了 我好想你 浩宇小叔 我一直在找你 这么多年了 你都不肯见我 姐 那个其实浩宇住的 离咱家特别近 是吗 你们聊一会儿 我去给你们买水喝 浩宇小叔 你还来这里做什么 我每年都来看浩宁 我总觉得 我对不起他 你还真有脸 说出这样的话 我大哥也不在了 婷宁也不在了 我告诉你 就算我哥能原谅你 我永远都会原谅你 浩宇小叔 别再叫我小叔 我跟你已经没任何关系了 以后走在街上 也当做不认识我 跟你的夏蓬菲过幸福日子去吧 跟你的夏蓬菲过幸福日子去吧 浩宁 没人能理解我 我求你原谅我 小叔 小叔 别这么叫 受不起 对不起 因为静兰才来的 如果你觉得别扭 我真的很抱歉 但我只想知道 你心里有没有静兰 我心里有没有静兰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叔 小叔 我跟你说过 别这么叫我 你不觉得你很厚脸皮吗 我哥 他是个科学家 在社会上一流名望的人 他刚刚去世 已经嫁给了夏蓬菲 不是的 那你为什么把他领进家里来 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从现在开始我家不欢迎你 马上立刻消失 姐 刘浩宇 你刚和我姐的事已经是过去事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她 你给我站住 说清楚 我姐和夏天文飞怎么了 你说 你问你姐去 你是不是男人 回你姐家问你姐去 你现在就告诉我 你现在想让我走是吧 赶我走是不是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 我不知道 你和我这儿你也为我来 你 我现在想让我走 大厦的指纹识别系统 和人脸识别系统 已经完善了 每个楼层的自主智能化管理 与中心调控结合得也非常好 根据各项素质 咱们大厦现在的运行 是更加安全 更加有保障 没错 林忠 我们研发这个设备 可以说是 目前所有高层建筑里面 最为先进的控制生命 超哥 你真的不愧是吹牛导师 不是吹牛导师 是宇宙无敌 浪漫漫 厉害啊 宇宙 我们成功了 我 我真是 我真是 今天 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天 我再告诉你一件 让你开心的事情 我和我爷爷和好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这么做了 真的 你真的很让我高兴哎 你真乖 不要光用随说 就不能用实际行动 表示一下吗 什么实际行动啊 你懂啦 我 我知道了 可以 闭 真的吗 当然 闭上眼睛 往前一点 再往前一点 干吗 你能不能打我吧 谁打你了 闭上 真的 往前一点 再往前一点 再往前一点 你干吗 不是说好不打我了吗 我没有打你啊 我只是掐你一下 不是 我 还不走吗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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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太高兴了 当初你们在失败的时候 别提我那个心里有多难受 我说爷爷 您就那么地不相信我 小超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 你知道 你那行里的钱 每天都在那儿少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是是是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来来来 来 那你说现在我们已经成功了 你这心里头 是不是稍微踏实一点了 嗯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什么什么情况 这接下来呢 就是制作 然后销售 销售 销售 往哪儿销售啊 是彭大集团吗 喂 你这小子说话怎么那么混的 都不怕我打你 我告诉你 就算在我脖子上架把刀 我也不会卖给彭大集团 不是 不是 你不卖就不卖 这挺高兴的 厂包干吗老打我呀 因为你脑子里进水了 好了好了 告诉你 我们已经跟别的建筑公司 设计单位约好了 要合作了 来来来 喝酒 喝酒喝酒喝酒 来来来来 喝酒喝 我们马上就要重新振作 我们的产业了 坐坐坐 明珠啊 这次可是辛苦你了 爷爷 我辛苦什么呀 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做 要是没有爷爷和李超的话 那又怎么会成功呢 明珠啊 您就别谦虚了 真的是都亏着你 辛苦了 其实呢 我今天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就是爷爷和李超 终于和解了 爷 这你先要喝好吗 来 喝酒 爷爷 今天我们这么高兴 不如你们再来一次 喝酒比赛好不好 这堵住呢 和上次那个一样 小丑 小丑 这明珠的酒量 可不是普通的厉害啊 怎么 你不敢啊 怎么 你们找他喝酒 我跟你说啊 我跟他喝过 后果是我晕了四天三夜 你还说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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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 当然是不别 我俩都不论了 我就跟人家叫 别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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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难不成你还真想癞蛤蟆吃天鹅肉啊 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瞎我呀 我警告你啊 别再招惹我妹 否则的话 我不会放过你的 想不想你 我也告诉你 我跟你妹妹孟杰 真的是两情相悦 喂 业长 你等一下 喂 有事吗 我跟你说啊 实验完成了 是吗 我可是亲手承诺啊 对了 业长 你想不想多赚一点钱 你这有话说的 谁不愿意多赚钱 那好 现在刚好有个机会 你知不知道控制系统的设计图在哪 图纸好像是在李超的游艇里吧 怎么了 赶紧给我把那张图纸搞到 什么 你 你的意思上我去偷 那根刀切啊 这样 我给你以前佣金的三倍 那也不行 这事我不干 那要不这样 你要是能够把那道图纸搞到的话 我给你六万块钱 你想想 那可是六万块钱啊 对你妹妹一点危害都没有 要是要说危害的话 就是对李超有点危害 那不过 你不是一直对李超 把你放在那个破旧的工厂里不满吗 你放心 我只是想给她一点小小的教训而已 你想一想 如果这张图纸被我们彭达集团拿到的话 对你妹妹可是有大大的好处 你别忘了 你妹妹现在可是彭达集团的人 不是 那话虽然这么说 但这事 那 那我又不能这么干呀 我不干 是吗 那行 那就把之前我给你的钱全都还回我 不是 那钱我已经花了 要不然我就把你所做的一切告诉你妹妹 你别 别呀 下墙 那行 那你就赶紧给我把图纸找到吧 你说他们那个智能电机扣扣系统已经揍出来了 应该是 而且 下墙好像已经得到消息开始行动了 那小子的话不能信 先别请你皇头 崔平叔 你过来一趟 来 爷爷 你还好吧 爷爷 没事吧 不加了 喝大了 嗯 秘义说啊 别管他 让他睡会儿 我说爷爷你怎么那么可爱啊 每次一高兴都把自己关大 爷 你醒醒吧 咱们翻手吧 继续 爷 不好 游艇进贼了 什么 游艇进贼是什么意思啊 叶壮 他怎么在那儿 他为什么要在这儿 哎 这 爷爷 您在这里待会儿 我一会儿回来接你啊 哎 超 超过 嗯 我妈 他怎么在那儿 这是封锐 行吗 他就想了 你都是了 我咱过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师傅 就这儿 就这儿 来 给你钱 谢谢啊 快 来 他们赶回来了 这下有好戏可能 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 抓 快 你 站住 门师傅 你在我船上干什么 你知道飞的是什么 给我拿下来 别跑 别跑 别走 站住 别跑 站住 你别跑 你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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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跑 快点 我们 你快点 跑 你干嘛 没事吧 你干什么 疯了 疯了 闹出人民怎么办 头却是脚 真闹出人民来 我们全完了 对不起 我也是太着急了 你说 到底会是谁 谁要抄搁我们的图纸啊 除了他还能有谁 打电话报警 算了 民主 会签那夜照的 那 这是什么 这不是我们控制系统的照片啊 那 那这个呢 也没用 这些图纸我们公司也都有的呀 不会 这不可能 那那你 你看这个 这个 意大利料理菜谱 叶壮 你开什么玩笑的 把这个也当做资料来忽悠我 那 你只是让我拿这个设计图来 我 我好不容易拿来了 你 你 你跟我发什么火啊 是你们自己没搞明白吧 是 是我傻 我就不应该相信你这个猪脑子 那 那那个 那个钱呢 你不是说 说给 给六万吗 意大利料理菜谱值六万块钱 您没事吧 赶紧给我拿着这些没用的东西 离开我的视线 静下的 你让我拿这些东西 我给你弄来了 你现在跟我玩这个是吧 行 你就是个王八蛋 你 我给你吃 还看什么看 还不赶紧去弄点有用的东西回来 是 去 这是一样 报告董事长 没错 这些照片和我们的设计是一样的 设计图呢 和我们工程的设计图值也是一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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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车什么车啊 因为每个人做事都跟你一样的不靠谱 但 董事长 就算我们有了这些照片和设计图 也不一定能做出来 那什么意思啊 没有自动控制系统中 最重要的实验数据 再加上零件的配置 也不是最后的定性选择 当然了 零件不都有型号吗 而照你这么说 按照研究所研究 这事也没办法解决了 那是多次反复实验 多次推翻了的实践结果 那这么说 结果就是跟我一样了 你超这家伙 培养叶明中 真是有独到之处啊 对不起 不能进去 为什么 干什么 我是你们彭达集团的项目监理 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对不起 李监理 我们知道您已经辞职了 我是彭达集团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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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图纸和照片了 你还在说什么 说话呀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到现在还在装傻吗 难道不是你指使人去偷了我们的图纸吗 你既然这么肯定地说是我 有证据吗 有证据是什么 叶状去我的游艇 拿走图纸的场面都被我拍下来了 如果现在和叶状对峙的话 你还敢说和你们彭达集团没有关系吗 这也做证据不错 告我去 我不知道一个职员的哥哥做了偷窃行为 和彭达集团有什么关系 还有 李超 你已经不是彭达集团的人了 所以以后进出我办公室 拜托客气一点 是 真没有想到 你会是这种人 真是卑鄙 算了 跟这种人说不着 咱们去找狗的主人 好 好 喂 董事长 你们怎么一块儿来了 董事长 你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 我怎么知道你们为什么来 董事长 我和李超过来 是想问一下 关于我们的图纸和照片的事情 对的你们不是在搞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电机设备是不是 对啊 你今天搞得怎么样 还顺利吗 李超 那说实在的 我觉得你 你离开那个人 接你啊 实在是可惜 你虽然这个讲话有点迟 会伤人 没礼貌 但是 我觉得跟你合作起来 你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不做接礼啊 太可惜了 是啊 我应该在董事长身边 多待两天 多学两手 不 学三手 董事长 我真的是越发地佩服你了 白天要经营这么大的公司 晚上还要指使人心切 您的经验 真是值得人尊敬呀 心切 这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董事长 昨天晚上 您主 下来 没 没 您让他说 说 您主 我说 说 我来就想告诉你一点 不要以为所有的事情都结束 我们才刚刚开始 你说 走 哎 哎 哎 小子 他这 抱歉 董事长 行啊 啊 哎呀 说 哎呀 孟姐 今天你可是辛苦了 哎呀 不辛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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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太忙了 以后我要是不回来 你们就先吃 儿子 这孟杰特意给你做的晚饭 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嘛 那你先坐 我去把汤拿来 儿子 孟杰已经来了好一阵子了 他是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 又做了汤 到时候你吃的时候啊 尽量多吃点 今天孟杰可是辛苦了 多吃点 快尝尝 快尝尝 快尝尝我做的 快尝尝 味道怎么样 那些流过的泪 痛过的心 像一道流伤 花香深渊 我淹没在这夜里 沉入海底 缘分它输给了命运 渐渐远去 来不及说爱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擦去泪水 来不及说声想念你 来不及说一句珍重 来不及有你在怀中 来不及说一句祝福 说再回 说再回 来不及说爱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擦去泪水 来不及说声想念你 来不及有你在怀中 来不及有你在怀中 来不及说一句祝福 说再回 来不及说爱你 说再回